当中什么都没有 他说你瞧瞧他 你瞧他就想 大扣则大名 小扣则小名 不扣则不名 佛用这个笔 你扣他的时候就好比说法 不扣他的时候 就是不说法 他说了没有呢 真没说 为什么会说呢 扣他 说的怎么样 说而无说 无说而说 佛用这个笔 那我们今天可以用另外一个笔 我们这个讲堂外面走廊上挂到的 有日本 江本胜博士的水事业 我看了有十几张照片 我们有意念 对着这一杯水 我们的善念 善意 他的洁净很美 我们这个物的念头 不是按理事对他 洁净就很难看 我们要去问水 你有没有现象给我看 谁会像释迦摩尼佛 没有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 现象是你心里变现的 他不过就反应而已 就像你敲鼓 你敲他一下 他就想一想 而且呢 念念不相同 我们对对为谁 前念跟后念 虽然都是一个善意 前一念的捷径 跟后一念的捷径 不一样 相似 绝对不会相同 念的力量啊 有强弱不一样啊 不会相同的 从这个地方呢 我们能够体会到 什么叫做 随缘妙用啊 什么叫随缘不变 不变随缘啊 早年 我讲经 常常 说到这两句 我又续了两句 我讲了四句 经常讲呢 不变随缘随缘不变 我加了两句呢 不变不随缘 随缘随得变 我加这么两句 这四句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是我们修学的过程当中 随缘随得变呢 是反复 六道反复啊 那是苦不堪言啊 自己一点功夫都没有啊 修行修什么呢 就是随缘的都修不变 实在讲 四大天王里面 西方广目天王 就表这个意思 广目天王 手上是拿一个蛇 或者是拿一个龙 这个手上拿个珠子 那个珠子代表是不变 龙蛇是多变的 善变的 代表什么 代表是社会 社会善变 人心善变 那你自己守住这个不变 你就能应一切万变 那一不变 一不变 一万变 他表这个意思 那你得有这个功夫才行 那你这个不变的行是亲近心 是定性 不会被外面境界所转的 定身智慧 智慧能应付一切变化 会应付得很圆满 能解决问题 所以知识不行 知识解决不了问题 智慧能解决问题 因为知识是什么 知识你心还是动力 他不是定的 所以学佛 你懂得这四句 你就知道 怎么去用功了 随缘随着变是凡夫 随缘不变 那就是学佛了 我在随缘里 学什么 学不变 这个不变就定了 佛法里面叫三昧 无量的三昧 无论跟人接触 跟世接触 跟大自然接触 都要有一个 不变的心 绝不随着外面 境界转 这叫功夫啊 这叫做菩萨道啊 成佛之道啊 那我讲的时候 不变不随缘 这是谁呢 这是阿罗汉 阿罗汉 确确实实 执着放下了 不变了 他到不到 留到来做众生 他不来 为什么呢 众生太难度了 少找麻烦 他不随缘啊 不随缘 我们也想的 他还是有随缘 他有条件 他喜欢他随缘 他不喜欢 他就不随缘 你找到他 他叫你 你不找到他的时候 他不叫你 所以不向大臣 大臣菩萨了 说做不勤之有 那众生没有找他 菩萨自动找上门 阿罗汉 披着佛不是的 你必须求他 求他还看他高不高兴 那就缘分了 你求他 他看着你欢喜 跟你有缘 他就叫你 你求他的时候 他不喜欢你的时候 他理都不理你 这不变不随缘 菩萨是不变随缘 这个是 是不变随缘 是佛了 佛是不变随缘 他在 长期关注 变法界虚空界 一切众生 有感 他就有缘 像我们赞叹观世音菩萨一样 千出祈求千出印 感应道教绝不识实 你只要有求的时候 他就有缘 这个是不变随缘 随缘 不变 可以说是 这个 四圣 法界里面 菩萨 跟佛 为什么呢 粗诸以上 那已经是不变随缘了 他现在行 明信 见信 就不变了 他到 六道 到释法界里面 去硬化 那是不变随缘 所以 随缘不变 应该是 在释法界里头 像我们华言讲的大臣 从粗性位 到实性 到实性 这个菩萨 因为他大臣 大臣都是菩萨 是 随缘里头 学不变 我们把这个事情 搞清楚 搞明白了 学佛怎么个学法的时候 就算是 到到了 我们要学的时候 在四句里头 就学这一句 随缘不变 慢慢学 从日常生活当中学 学也要有方法 也得有纲理 方法是什么呢 方法是 戒定会 三无六学 从戒学起 凡夫啊 这个戒学起 就是 自性 四得里头 第二句 威仪 有责的 威仪是什么呢 我们的仪表 表现在外面 佛法叫表法 行住走 走 有个走向 坐有个坐向 站有站 站向 躺着有躺着的向 这叫四中 威仪 有则 则就是规矩 这个规矩 就是戒律 戒律 你得求 根本戒 所以我们这一代人 很可怜 为什么呢 从小 父母 疏祸了 没叫我们 我们今天没有根 古代的人 再早 我不知道 我从小 能祭祀的时候 大概五六岁的事 我就能记得很清楚 我还记得一桩事情 我三岁发生的事情 那印象很深刻 这三岁之前的事情 记不得了 那我从那个时候 我们能够知道 家教啊 母亲对子女的教导 很认真 一身作则 一身作则 言语上常常叮咛 你看 母亲做到了 你看母亲 对她自己父母的 孝顺 那是做给我们看的 做个小孩看的 那看到之后 我们长大应该怎样呢 对待父母 他做出来了 这什么东西呢 现在家里弟子归 弟子归 是 婴孩时候就要教 小孩出生的时候就要教 为什么呢 他已经在学了 你不要认为 他无知 他不懂事 那你全错了 这个现在我们找到证明 美国的心理医生 魏斯波斯 我在他著作里面看到 他用催眠的方法 把这个人就告诉你 比如你现在40岁 你回到30岁 再回到20岁 再回到10岁 再回到1岁 再回到母亲 胎包里面 他这样催眠 他问的是 你现在在母亲 胎包里面 你感受怎么样 他都说出来 他原来说 做胎的 这个林的时候 在胎包没有出事的时候 母亲 这个淫世齐居 他都有感受 你怎么说他无知呢 他能够把从小的时候 出生的时候 现象的时候 都能够说出来 给大家听 清清楚楚 明明白 所以这个 证实中国人 古人 讲这个胎教 有道理 他一入胎的时候 他在坐胎的时候 他就有知觉 他不糊涂 所以中国对小孩的教育 最迟 也是出生 一出生 他眼睛睁开了 他会看 他会听 虽然他不会说话 大人在他面前 言行举止 都要给他做最好的榜样 完全是正面的 不能有负面的 这个叫什么 这真的叫 砸根教育 民国初年 还有 好的母亲 他会教 做父母的 不一定认识字 但是他会教 他会做好样子 给婴儿看 像大人 存于客人 到他家里来 在婴儿面前的表现 也都要规规矩矩 这是那个时候的常识 人都知道 大人在孩子面前 一定规规矩矩 不能让孩子 有负面的影响 是中国谚语 所谓的三岁看八十 这有道理 三岁他已经学了一千天了 这一千天的时候 这印象深刻 他的根砸下去了 三岁以后开始学 太迟了 你看我们中国人 对教育 多重视 他懂的 他不是不懂 现在人不懂 传统教育丢掉了将近一个世纪了 至少丢掉四代了 这个在全世界 其他国家民族都找不到的 另外还一个 维系着 这个社会国家 长治久安 一个制度 这个制度是什么 家 这是家教啊 现在家没有了 教也没有了 中国的家 中国的家是大家的 这个家庭要能够维系长久 代代相传 最重要的是什么 道 家道 就是道德仁义礼 家道 家道没有了 这个家就保不住了 家道是什么 家道是共同的 家家都一样 无论 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君臣是领导 领导与被领导 在这个一家里面 那个君就是家长 这个家里面 所有的 这个这个这个 医学大众 都得要听他 听他的 所以他是一个社会 五代同堂 在家庭里面主事 大概都是祖父这一辈 真祖父呢 那已经就退休了 像太上皇一样的 不管事 五代同堂 这一家人口少的 人定不旺的 也有一百多人 人定心旺的 就是一般的家庭 总有三四百人 五六百人 这是一个家族啊 那要么有规矩得了吗 不就乱了 所以这个家教就太重要了 所以他有家道 这个道就是家庭 人与人的关系 得道 有家规 就规矩了 该就是弟子规 弟子规不是念的 不是背的 不是讲解的 是做父母的 做大人的 小时候都学过吗 要做出来 在家里就要做出来 人人都要做 绝不能够离开的 小孩一出生 在他面前 也就是这么做 他自然就成习惯了 这家规 这家有规矩 有家学 有家业 业是四业 家学是学术 学术 常常跟四业 会连起来 宋朝以后 诸席 编了一部四书 可以说 从那个时候以后 家学术 家学里头 几乎是以四书为别读 课本 无论是什么家庭 是从事哪一个行业的 没有不读四书的 所以四书就变成了 共同课目 那另外的科目呢 另外科目是 你家里是做什么行业的 他会取哪些 典籍 你不选一的 他一定皇帝内金 灵书 他选这些 如果从政的 他一定是选择 有关政治的 经商的 他也选择经商的 这些商道 那行医的 他就会 他各行各业 他有的专修的 共同课目 那就通常讲 四书五经 共同课目 五经 有通通学的 游在里面寻一两种 这是从前的假了 这个假了 假火 他社会就按你 社会就合心 假火万事行 那么现在的时候 中国 这个 同盟的教学 没有了 家没有了 所以这个社会 也动乱 社会 没有办法 安定 人 生活在这个世界 没有安全感 道理就在此地 你把这个搞清楚之后 才晓得 现在人 活在这个世界 为什么 惶惶不安 你就全都明白了 那么中国的家教 跟中国那个家的精神 跟功能 太好了 维系了中国五千年的 长治九安 他功能里面最大的 最重要的 三种事情 第一个是 养老 第二是 月忧 这是家里面的大事 这不是个人的 你夫妇生一个小孩 不是你两个人的事情 这是全家的事情 老的时候 这个养老 也不是你儿女 独有的事情 是整个族 族人的事情 它是大家庭 所以人老的时候 他有天冷之落 他没有忧虑啊 小孩的时候 决定有教养 也不要自己操心 自己只好砸根教育 所以这是父母的事情 只从出生到三岁 这个聪明的 天分 更新力的 四五岁 他就入学了 家学 家学 就是私属 我们现在讲呢 子弟学校 每一家都有子弟学校 就是私属 他就上学了 上学 老师帮助他 继续成长 这个时候要念书了 念书 完全着重在背诵 剧斗背诵 着重在这些 那么这是家义 第三章的 这个家的功能呢 传宗 接代呀 这是一个家的大寺 祠堂 这是祭祀 祖宗的地方 家谱 是你家庭的历史 世世代代 记载的很清楚啊 你老祖宗从哪来的 没有文字之前 是传说 皇帝 皇帝以后 就有文字了 很清楚的 记载下来 从皇帝到现在 至少是四千五百年 在全世界 各种族群里面 都找不到 唯独中国 这个族群有 你说多可贵 所以家的功能呢 实在是太好 太好了 我们怎样把它恢复呢 恢复从前那个大家庭呢 是不可能的 它做不到的 所以我们想的 现在只有用团体 来集成 中国古代 家的 这个精神 有功能 用团体 企业是团体 你一个公司 你的员工 通常都是上千人 那这就是一个家族 比古时候 家族还要大 如果这个公司的主持人 或者是董事长 总经理 他有这种认识 把这个公司 看作自己的家族 员工 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 员工的父母 跟自己父母一样 员工的子女 也跟自己的子女一样 要办子弟学校 公司的子女学校 员工子女学校 一家许 传的是家道 把这个能力 从公司上 所有成员来建立 这好事情啊 员工的父母 你可以公司办一个老人 乐园 养老 这个人进入这个公司 他就留了保障了 他没有忧虑了 我的父母 公司养老 我的小孩 公司教导 他会全心全力为公司服务 那劳资关系 没有了 他变成一家人了 再不会有这种纠纷 所以让这种团体 集成中国 五千年 这个家的精神跟功能 我们的社会 就会变得和兴 就会有像过去一样的 长治救恩 那么这个企业是一个家 实际上 只要是团体 都是家 像我们这一个小的社会 我们的社会 从董事 这个这个 到这个 所有的 直四 跟我们的 义工 职员 还有我们 许许多多 到这个地方 共同学习的同学们 我们都是一家 把家的 中国过去这个家的 精神功能 也能落实 在这个会里面 会里面 我们也可以 这有这个能力 有这种愿望 将来我们自己可以搞一个社区 是我们大家在一起居住的一个场所 社区里面 社区里面老人 我们跟父母一样的 尊敬 照顾 社区里面可以办一个子弟学校 从幼儿园 从幼儿园 办到初中 也是十二年 幼稚园三年 大班中班小班 小学六年 初中三年 这个十二年 十二年 这小孩根就砸下去了 政府规定的过程 我们统统叫完 这里面加上 能理道德英国的学库 这些小孩培养出来 将来都是社会上人才 不是做不到啊 四在人为啊 我现在年岁大了 想的很多 但是没有力量做了 力不从心 所以我很愿意说出来 常常说 多多的说 大家听懂了 希望大家真的能发心了 你们去做 做出几个样子出来 社会大众看 这是好 就会产生影响 什么样的团体 都可以变成一个家 像我们出家人的四孕 四孕也是个家庭 年轻的 这个出家人 到这里也教他了 现在又办佛修院了 或者是佛修班了 我们过去在台中联系 李老师的会下 那是一个居士道场 他有经修班 有这么一个班 经修班是学奖金的 我是经修班的学生 对年轻的人教我 出经修班的 老师他开了好多个班 看你喜欢 喜欢在道场佛服务的 做义工的 也有一些过程让你学习 怎么样接待宾科 说甚至于怎么样 收养我们自己到场的联友 不是专修这个地方 外面的老人都可以来 一个暗老院 他也办了两个幼稚园 任何一个团体 朝着这个目标方向 能够有一家人的观念 这个团体就是一个 现代的中国人的家 那么一定有家教 这很重要 有家规 有家教 第一次规就可以落实了 普遍展开的时候 社会就安定了 没有作奸犯科的 人 学过伦理道德 他修于作物 做不善的事情 他感觉到羞耻 懂得因果教育 善有善果 物有我报 他不敢做坏事 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 自然和谐了 社会上就找不到犯罪的人 这个才叫 大智之道 中国古人 有这样说过 说人人 懂得因果 这是大智之道 这个在我们现在社会 看得清清楚楚 现在社会为什么这么乱 不相信英国 讲英国 认为是迷信 认为是落伏 不相信英国 认为是先进 什么时候都看看 英国有没有 真有啊 不是没有啊 总有一天 他明白了 明白之后 他后悔莫及了 他现在不相信六大轮回 他死了就相信了 死了之后 他到另外一个空间去了 他就看到了 所以这时 我们应当要晓得 在这个时代 怎样 学乎 怎样 读 啊 怎样呢 重新建立 价值观 现在人 价值观是错误的啊 全世界人都追求财富 这很得了吗 啊 这是绝大的错误 啊 人人都追求这个目的 那是什么心 自私自利 达到极处啊 栖心动念 损人利己 这可得了吗 啊 所以人跟人当中 信心没有了 啊 彼此都猜疑 啊 不但对于 别人没有信心 对自己也没有信心 你说这都可悲 啊 所以他身心不安 有道理 不是没有道理 啊 他不能不忧虑 啊 尤其在现在这个社会 子女不孝 啊 没有可靠的人 没有能信任的人 老的时候怎么办 他怎么能不忧郁 啊 啊 只要是个人 他一定会忧虑 啊 那我们学佛的人 学了佛法 还知道 佛教给我们 果王结善缘 啊 这个可靠啊 我们跟人结善缘的时候 到我们老的时候 困难的时候 有人帮助我们啊 果报嘛 啊 我帮助老人 将来老人 我老了 会有年轻人帮助我 啊 这就叫 果报 啊 我种的好因 将来就好的果报 啊 那你现在是不孝父母 不敬重尊长 啊 没有把老人看在眼里 到你老的时候 果报 也没人理你 啊 纵然你有钱 可以住在暗老院 啊 暗老院 你孤独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啊 这个我看的 这个我看的很多啊 进入关老院 暗老院 中国人有一句俗话说 坐吃等死 这是四个字 一点都不错 多悲哀啊 啊 我们看的太多了 就自己也老了 啊 谁念念呢 都想见 老人落脸 啊 老人在一块居住 在一起学习 活到老 学到老 那不管你学什么 对哪东西有兴趣 我们都会请老师来教 啊 他就有落去了 啊 这个老人愿 不要用老人愿这个字 啊 用什么呢 我就想到用山庄 用别墅 用这个名字 啊 实际上是老人落云 啊 是老人修校 啊 那么郭忠 这个艺术的表演 啊 一个星期至少也有一次 啊 学习 不中断 啊 天天 学习 啊 老人当中 还有体力好的 有才华的 啊 可以教几个学生 义务的 啊 传授自己的 学书 啊 跟年轻人 常常接触啊 啊 所以旁边 如果再能办一个 子弟学校 啊 咱们现在也不是一个公司 也不是一个团体 啊 所以我就想到 办 神业小学 啊 九年制 从小学一年级 办到初中三年级 九年 啊 教导 国家规定的 这些过程 除这个之外 会加上伦理 道德 啊 英国 这些学科 啊 那么这些学科呢 在现在学校里没有 啊 扩程排列的方法 我们依照中国的传统 交之道啊 贵一专 啊 这样的排法 啊 现在学校的 这个学科 比如小学六年级 啊 他有六门主要课程 他们的排法是交叉的 第一个小时 是语文 第二个小时 是数学 啊 第三个小时 是历史 他这么交叉的 啊 这个课程排起来 学生很吃力 不容易学好 啊 我们从小学的时候 老师只能 只教一门 你学两门 老师不教 所以你没有这个能力 啊 一门学完之后 再学一门 确实这个教学方法好 这个教学方法在中国用了两千多年 有 两千多年的经验 有两千多年的效果 我们要珍惜 啊 所以我一想到这个九年扩程呢 扩程重新排 啊 你比如这个 呃 好比小学吧 六年 六年的语文 我们一年教完 就第一年 专教语文 就一门课 啊 一天 排上四个小时 啊 一年 就把六年的语文 学完了 到第二年呢 就专门学素学 啊 也是一年当中 把六年的素学都学完了 这个学生呢 他头脑只一样东西 他就想一样 那书包里头就一本书 轻松啊 不至于那么一大堆啊 累死了 啊 学习他有兴趣 他会很快乐 啊 一门深入啊 常识寻求 啊 所以 六年东西 跟一般学校都学完 我们排阔的方法不一样 啊 请老师也也也很好 我们请就请 一个老师 教语文嘛 就请一个语文老师 啊 他来教一年 第二年的时候呢 我们请一个教数学的老师 教教教这个 教第二年 二年级 啊 老师也会欢喜啊 这个教的人 学的人 学生也欢喜 啊 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做实验 这个实验成功了 啊 成级 能够确实比一般学校 这个教学 能够 优越 那就值得的 政府就退广 啊 让其他学校来观补 这种教学方法要好的话 就能退广 不经过试验 大家不相信啊 试验成功了 大家就相信 中国传统文化 好啊 我们讲给别人听啊 别人听了 也很欢喜 赞叹鼓掌 但是 他无法相信 他没有见过 他也没听说过 一定要做出来给大家看 啊 其实是讲到 这个这个 家学的重要 啊 那么有这个基础 他将来在升学 升高中 升大学 都没有问题了 基础 他问 那从小的时候 要教他 孝体忠心 礼意廉耻 仁爱和平 啊 塑造 年轻人的品德 啊 这个是 社会 长治久安的 大根大本 是我们今天 佛弟子 应当要认识 应当啊 要有这种 想法 有力量的话 应该要推动 真正去做 那么这些呢 都在这一句经文里面 当中这两句 诸佛 神神一言 则见一切福 这个一切福 是华言经上 所讲的 情与无情 同缘终止 啊 佛是什么呢 佛是瘸 瘸尔不弥 这叫做 佛了 啊 我们一个人 学悟了 成佛了 一切众生 都成佛了 啊 那也许你说啊 释迦牟尼佛 成佛了 我还没成佛啊 他怎么成佛了呢 他真的成佛了 因为 你在 摄迦牟尼佛 眼目当中啊 是佛 一点都不假 而是你自己 不承认 你自己是佛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所以他成佛 到你哪一天成佛的时候 你跟摄迦牟尼佛一样 你看到大地 所有一些众生 都成佛了 也是他们有一些 他不承认他是佛 那他还要继续搞轮回 他还不救啊 佛看到你这么成佛呢 你有佛心啊 你有如来智慧德相 你跟他没有丝毫差别 只是他没有障碍 他的智慧德相完全起作用了 他享受到了 你虽然有 你有障碍 是你这个障碍 是你自己造成的 你自己的智慧德能不能兴起 与别人不相干啊 佛看你是平等的 佛尊重你 你不尊重佛了 佛也不会怪你 佛知道你 你还没有觉悟 你还没有把你的障碍放下 放下 放下 原来就是了 墨黑这句 法山真实相 这个就是 一点都不假了 我们再看 下面一首集 第六首集 这一段 只有一首集 四一 这到这 于是 见真实 非是 皆不是 如是 就近截 事故 名为父 绝照 清梁大师 在诸节里面 说得很好 我们把他的诸节 念一下 次一 绝照 次一 就是第二段 次是第二段 有 第三段 有一首集 就是第六首 真地明实 无 胡 昏 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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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 这一句很重要 也解释得很清楚 那什么叫真谛 这个真谛跟俗谛 就是我们讲真的假的 什么是真的 非活活是真的 凡是活活都是假的 活活是什么 众缘活活而生 这不是真的 你看我们人 人是众缘活活 人身体这个物质叫四大 四大是假物质现象 地水于活风 你看佛经里面讲科学 这是讲物质现象 地就是物质 你能看得见 它再小 现在我们用显微镜 高倍显微镜里面看到的 基本粒子 你能看到 它是个物质 佛家称它为地大 第二呢 火大 第三水大 这个水火 现在讲带电 阳电 就是佛家讲的火 阴电呢 就是讲的水 或者讲湿度 风大了 它是动的 风是动的 不动就不叫风了 它是动的 你看再小的一个物质 这个物质 是个物质 它本身 它有热度 有温度 它有湿度 或者说 它带阴电 带阳电 它是动的 这物质现象 佛修也讲到 佛法也讲到 只是用的名词 不一样 地水火锋 那么精神方面呢 有受想行识 这个感受 它有想 它有思 它有这个 实在讲的时候 这个想是知诸 思是分别 识是妄想 今天时间到了 下一点钟 再详细来 跟诸位讨论这个问题 再讲 受想行识 这是活活的 我说这是假的 这不是真的 所以四大聚活 这个假象成去了 四大分开了之后 这个象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 真假了 佛是这样子 不是活活的 你不像这个 这个时间跟空间 它不是活活的 我们的自信 不是活活的 不是活活的 是真的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到此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